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 你肠胃道不好 还会引起哪些问题 当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它会跟大脑的神经的 影响有相关以外 另外呢 中医有一句话就是 胃不合则握不安 以前肠胃不好的人 胃肠脏气不舒服的人 他会睡不好 确实是如此 比如说有些人 就是可能 常常胃衰到腻瘤 他躺下的时候 他可能会有点气会往上腻 就是胃衰往上腻 然后他会有一些咳嗽 当然这个会影响到睡眠 当然有的人就说 肠胃常常很虚弱的感觉 那个气感觉就是不顺畅的人 他这个我们中医是这样讲 这个能量在上面是 上面讲的是 中医讲的是心肾 心在上肾在下 然后脾胃在中间 然后你的心火 脑袋的心的火要能够降下来 必须在中胶肠胃的地方做一个 一个扭转 一个旋转的一个 一个动作 有点像是一个枢纽 如果说你今天肠胃不好的 你这个上面的抗分的一些气 或者说一些卡住的一些 一些能量 没办法往下带的时候 它就会引起你的睡眠障碍 这也是中医的一个逻辑 另外最重要就是说 你肠胃到好 你会比较好睡 好睡的话 你的免疫系统也才会提高 所以它有整体都有点相关